Hello大家好,我是杨哥 关注我和新仔比较久的粉丝们都知道 我们两个都没有在上班,都是个体嘛 然后我们俩也是属于半个同行吧 杨哥是负责这个街边的图文社 新仔呢是负责一些企业的宣传包装那类的设计工作 我们俩都在哈尔滨的到外区域 然后在不同的街道上 那作为到外人 相信大家也能够明白到外的消费水平 在整个哈尔滨来讲是属于比较低的 然后包括环境啊 产品啊 给人一种都是很低廉的感觉 那新仔的公司也一直是在想着转型 那今年呢也是准备彻底的 把这个低端和高端分开 合伙人负责低端的产品 然后新仔这边是负责高端的产品 那这两天他也是比较烦躁 因为遇到了一个很难解决的难题 那就是到底是在到外区租一个门市房来开店 还是说到高档的区域去租这个写字楼 这个门市房呢 肯定就还是会在到外租 现在已知的优点呢是什么 一楼 这个进出比较方便 然后还有好停车 但是价格可能会相对的高一点点 还有就是这个环境啊 真的是上不去啊 然后今天去了哈西看房子 就是这个看的金绝万象的写字楼 然后里面好像是七十多米的 一个月才两千多块钱 然后还可以半年付 就是和到外比起来 那个那边真的是性价比很高了 鞋子楼呢 那这个环境是可以上得去 档次也可以上得去 然后价格又有优势 但是好像哈西也是没有地方停车的 还有一个就是离家里有点远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没搞明白 是应该继续在这种老城区租那个门市房 还是去租写字楼 他们的价格其实相当 但是到底哪个更合适 看看我们的网友们 有没有能给出个主意的 大家给推个键吧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是杨哥 拜拜 记得给我关注哦